欢迎大家来到万门大学雅思写作精品课程系列 今天我会为大家讲关于婚姻的一些命题写作 那么呢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关注点呢是关于离婚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是主讲教师黄金福 我们仍然呢会从三大方面包括对题目的审理 包括对整个文章的一个细节讲述 以及关于婚姻或离婚的或者是男女之间的一些核心词汇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使用 那么首先呢这个婚姻是一个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雅思写作可能会问到关于这个早婚 甚至现在很流行的所谓的裸婚的事件都会问到的 那么早婚呢其实就无外乎是要看这个一男一女呢 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裸婚这个概念呢 虽然它赞成了爱情的这种伟大性和高尚 但是呢对于其实如果去组织一个家庭和对于他们下一代的培养 其实呢未必是真的十分好的 那么呢其实很多时候雅思写作希望呢考生可以用个比较理性的观念去看待这个问题 因此呢如果是问到早婚或裸婚的时候 其实呢最重要的还是男女之间 他们一来他们得有一定的家庭基础 二来呢他们也要准备好呢去应对很多的人生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人生规划才可以做到 而如果我们说到这个婚姻啊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呢都会涉及这个到最后这个爱情究竟能不能够长久 会不会有离婚的现状 有些题目啊有些范文的题目也非常的寂静 就说这个有些人认为婚姻到最后既然会离婚 或者是说啊这个婚姻其实就是一个爱情的坟墓 那么有些人呢就又反而认为呢 这个爱情啊走到极致才是婚姻 那么究竟你怎么看呢 像这类的题目呢其实它有一个诱导性 觉得可以让考生呢说出比较激进的话 但其实不然 其实考生呢也依然要用自己比较理性判断的能力 去对这个主题进行一个简单而且详细的一个分析 那么像这里呢所说的就是一个离婚的事情 随着这全球的这个离婚率和这个家庭的一个崩坏越来越多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families today are not close as they used to be 那这里呢所说的并非说这个因为离婚率越来越高 那么呢婚姻还有什么价值并不是这样的主题 它的主要的核心讨论呢是在这一句 后面这一句核心说的是 因此呢现今很多人认为这家庭啊 已经没有往昔那么样的这么样的紧密了 那么呢希望你discuss the causes of this problem and offer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to it 这是希望你可以去讲关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及一些解决的方法 那么这个条问题呢我们要集中就在于这个 家庭呢是不是真的没有遗忘这么的和睦呢 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引申出这个问题 要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啊你该怎么去讨论啊这件事情啊 然后你要给出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比如说这个离婚率更高 家庭瓦解 那么呢该如何去避免呢 我们要给出自己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中文对于这条题目的一个翻译 然后在这里呢所说的就是啊 我们要讲讲述的是这个问题的一个主因 和它的一个可行性的解决方法 因此呢我们要给出的是 我们首先要确认啊 这个这个主题呢是肯定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样主题的身上呢 我们要挖掘它的一些形成的原因 以及它可能性的一些解决的方式 我们首先呢要理解现在这个离婚在这个社会里面 的确是越来越普遍了 因为这个普遍呢 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呢 对这个婚姻对爱情的追求呢 态度已经不太一样 甚至呢可能因为离婚的这种现实太多 因此呢很多人对于婚姻已经没有信心了 我们要明白就是现在的物质啊 要求啊也不同也不断的改变 不同年代对于婚姻对于爱情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啊就像我们有一句啊 网上有个笑话所说的 就是当初我们会说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呢一定要有钻戒才能代表我的心 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其实就是不同年代对爱情对婚姻都不同 而且在迈入了婚姻之后 这远非爱情所能够去完全去弥补的东西啊 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婚姻有更多的是责任 而且呢是更多的规划啊 它所涵盖的东西已经不再是 之前的甜言蜜语而更多呢 是非常实际的很琐碎的生活的事情 那么也许是这些事情导致了啊 这个啊 离婚率的产生也很大可能呢 是因为很多人将爱情和婚姻看成啊 只是一个进程 那么呢 没有真的很了解和理清两者之间的差异 所以当婚姻产生了很多小的生活琐事和问题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认为这个爱情出了问题 但其实呢 婚姻呢 是一种新的一种家庭和生活方式 那么跟爱情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讨论之中呢 我们看啊 这个主题呢 该如何去讨论 这个家庭破碎 那么这个也是在刚才的主题剧里出现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在一百年前呢 是没有 显有耳闻的 几乎没有怎么发生过 那么其实也是呢 过去对于婚姻的这个离婚的这个看法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浓烈 很多人都会说 尤其中国像我们所提的糟糠之妻 我们很少会真的像电视剧什么的 会经常遇到 就是所谓的 我要修了你这样的说法 其实呢 在古代不太常见 一般呢 这个所谓的 古代所说的 这个关于这个 一夫多妻呢 也是不正确的 一般呢 其实是所谓的 一妻多妾 那么这样的一些 种种原因呢 导致在过去呢 其实 对于离婚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少去提及的 更多的呢 可能是另一半 先走一步 死亡了 那么他们会变成 所谓的 遗孀 这么样的情况而已 因此呢 在过去的确 我们很少会听到 关于离婚和家庭破碎的问题 Now However Almost half of all marriages fell 这一句呢 这个数据呢 没有人能知道真假 没有人能说到底是对是错 那么他说的是 现在呢 反而接近 有一半的婚姻呢 都到最后是失败的 这个一半呢 我们不要太 太 这个跟 我们一开始的图标写作不一样 我们不需要非常准确 我们是给出一个大概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 也是增强我们文章的一个说服力 This phenomenon is sympathetic of the growing distance between family members in modern society 就是说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一种 是根据因为现代的家庭的成员呢 越来越疏远 导致的一种症状 这么一个说法 In this essay I intend to explore the sources of this problem along with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to it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作者就是回应主题句 将主题句的最后一部分呢 搬下来 他说呢 在这样一个文章之中 我会去找出 这个导致这个原因的一些因素 以及呢 给出一系列的解决方式 Chief among the causes of this problem is the modern lifestyle 对于这个整个问题 产生的主要原因呢 是出现于这个生活模式的 现代生活模式的一个不同 Today's parents have to work harder than those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那么这个观点呢 对于作者来说呢 他说 这个现今的父母 需要比起他们可能 前几代的父母呢 要需要更辛劳的工作 才可以去支撑他们的家庭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很难判断 究竟这个说法呢 是对是错 那么呢 继续看来 就是 Traditionally One parent assumes the role of breadwinner 这个词呢 breadwinner 是非常好的一个词 指这个养家糊口的人 面包的胜利者 我们意思是养家糊口的人 while the other typically the mother acted as the homemaker 主妇 homemaker 家庭制造者 其实呢 很大程度呢 就是在指呢 这个是男性 这个是女性 传统来说呢 很多的这个父母呢 都会有一个人 是负责养家糊口的 工作的 另一个人呢 可能尤其传统来说 是母亲 就会呢 是作为一个主妇的身份 去管理这个家的 Recently the double income families have become the norm 然而现今 这样的状态呢 已经不太存在了 更多的是一个家庭 会有两个收入的源头 也就是意思说 父母都会去工作 而不会再是有 之前还有一个 我们所说的母亲 作为一个homemaker的身份 出现 consequently 结果而言呢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ldren now grow up in a parentless environment 因此呢 很多的 越来越多的孩子 他们现在是在一个 缺少父母的一个环境下 长大成长的 little wonder than that they feel alienated 也不用多想呢 我们就能想到 因此家孩子呢 会觉得他们被孤立了 another contributing factor is the passive and solitary nature of many modern forms of entertainment 另一个原因呢 在于现今 很多这些比较 独自性的 这个关于这个 现代的一些娱乐的形式呢 都是比较独自性的 独立性的 而且呢 比较被动的 因此呢 in order to solve this sense of alienation within families I believe we must first address its root causes 因此呢 如果我们想解决 in order to solve 因此呢 如果我们要解决 这个情况呢 就是这个被孤立性的情况 alienated 就是孩子感情自己 被孤立了 这么一个情况呢 在家庭之中 我们相信呢 我们首先要 先是把根本的原因 找出来 perhap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doing this would be for governments to offer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parents who chose to remain at home and take care of their families 那么在这里呢 作者的观点 解决这个问题的观点呢 他认为最核心的方法 这已经到达一个 给出解决方案的时候 他认为呢 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资助 经济上的资助 给那些 愿意留在家中 陪同孩子的 这些父母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subsidy 一个资助的 一种方式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是从一个政府 和金钱层面 来去讲述的 因为呢 父母找工作 很多时候呢 养家糊口 为的呢 无非也是金钱 当然公认而言呢 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个方法啊 并没 并不可能呢 能够覆盖 就是政府的这个 所谓的经济上的援助呢 远没有这个父母 一起工作所赚的 这个薪水来的 来的足够 来的多 但是呢 however they would at least soften the hardship of living on a single income and provide an alternative for parents who would rather remain at home but are unable to do so because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促哲也知道 刚刚自己所提出 这个观点呢 关于这个经济援助呢 未必真的是 人人都会接受的 因为呢 这个经济援助远不可能 啊 是真的 比起你打两份工啊 父母都工作 来的赚的多 但是呢 他其实是提供了 啊 一个选择 如果有些父母呢 是希望能够待在家里 但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他们没办法 待在家里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无疑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选择 那么也是呢 他可以去舒缓呢 关于生活啊 就是如果是单一的 这么一个收入的时候啊 他们能舒缓 这个单一收入家庭的 一个 一个苦状 另一个方法啊 能解决这个方法呢 是提供更多的啊 相互交流的一种 休闲活动 在这社区之中啊 提供这样的活动啊 能是通过这个 我们所谓的 大众教育 这么一个 一个项目 来提供 类似的 休闲活动 总结而言 总结而言呢 我认为 这件事情要想解决呢 绝非是一个 短期能够完成的事情 然而呢 以上我所举出的 这两个例子呢 无疑呢 我认为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作者的 整篇的 这一个观点 就在于这个 所谓的 这个离婚率的 一个问题呢 是在于这个 家庭关系 他们会 有所影响 那么其实 这篇文章 主要讨论的 正正是这个 家庭 疏远的一个问题 那么作者呢 首先说出 这个婚姻的确 在现今的社会呢 越来越多的离婚 那么主要原因呢 他认为呢 也是的确 跟这个 家庭人员的 疏远有关 那么疏远的 一个很重要原因 也是在于 父母太忙了 比起前几代的人 很多时候呢 前几代的人 可能能够 一个人 负责在家里 打理整个家庭 另一个人呢 可能就是 外出赚钱 养家糊口 但是现今社会呢 迫于很多的 问题 当然这个 在作者的 这个文章中没说 其实比如好像 这个通胀问题 或等等的问题呢 父母往往都需要 去打更多的工作 比如说 父母都得需要去 进行这个 有一定的职业 去有一定的收入 那么呢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呢 就最好的 就是能够提供 一个经济援助 让父母 能够选择性的 留在家里 这样能够陪同 他的孩子 这是如果我们是 所谓的 父亲去工作 母亲留在家里的时候呢 可以为这样的家庭 提供经济援助 然后呢 让这个家庭 孩子不会觉得 自己被孤立 整个家庭的感觉呢 会更和睦 那么解决的另一个方法呢 无疑就是 提供出一些 休闲的社区活动 能够促进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 一些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 整个观点 现在来到这个核心的常用词汇 marriage falls apart 就是一个婚姻破裂的意思 像刚刚文章之中 在第一个开手的时候 作者是直接用了 这个关于主题剧的原剧 比如说deforce 还有这个family breakdown 这些词 其实呢 我们不妨将family breakdown 也可以改换成这个marriage falls apart 其实呢 意思呢 是相近的 这么一个同意转换的概念 触礁是on the rocks 这是撞到石头上了 触礁了 那么如果我们说 很多情况会导致婚姻触礁 那么就不妨使用这样的词 分居就是separate 而分手呢 是break up 分居呢 会是一个现代 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如果大家离婚之后 或甚至是离婚之前 大家已经有一个问题产生 都会用分居来去看看 究竟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离婚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很想再把握这段婚姻 离婚呢 就是deforce 或者split up 因此呢 刚刚在文章中 我们不妨用split up 来替代 deforce 这么一个将这个同意转化的概念 我们要贯彻始终 不忠 infinity 这个呢 比较不常见 就是一般离婚呢 我们很少会谈论到 是因为真的是丈夫不忠 不忠 或者是这个妻子 有了另一个 有了另一段婚姻 很少会有这么一个 题目很少会观设到这一方面 婚外恋呢 就是我们这所说的 刚刚我们所说的比较少会 见到的 就是extra 就是外 extra marital 这个marital 就是一个所谓的婚姻的 婚外的一种关系 就是我们所谓的婚外情 婚外恋 file for divorce 就是申请离婚 这个然后性格不合呢 是confiting 就是一个矛盾 冲突 personalities 就是一个性格大家不符合 因此导致的离婚 然后争夺 监护权呢 是fight for costity costity 这么一个costity呢 就是检视这个监护权 of the kids 这是呢 一般来说呢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在文章中说到 这个婚姻 离婚对孩子的坏处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其实父母争夺监护权的时候 往往就是对孩子的一个伤害 那么以上的这个 这些词汇呢 都可以用在关于离婚 或者婚姻这个栏目之中 那我也希望呢 我们在 范文之中所提到的一些例子和想法 包括我在开始所说的 跟婚姻或离婚 早恋 早婚或者是这个裸婚相关的信息呢 能够给大家 一个更多的一种思考空间 那么今天课呢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